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新闻时事报 我是徐卫林 一起来看川经会 真的可以成真吗 昨天美国总统川普爆料 美国的高级官员 已经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直接对话了 他希望两国领导人可以会面 不过这也有可能不会发生 我们还没有选择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选择五个地方 强调美朝峰会正在筹备中 美国总统川普甚至对外界透露 正有五个峰会的地点备案在考虑 只是把镜头拉远来看 这明明是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首脑峰会 怎么川普谈的几乎都是金正恩 而且川普对美朝峰会的爆料还不止这样 川普亲自透露 美国高层级官员已经开始直接与朝鲜对话 引发外界猜测 川普跟金正恩是否已经通过话 但白宫随后澄清 目前美朝对话仅止于高层官员 双方领导人尚未直接接触 同时川普也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朝鲜问题的协助 并表示中国从未如此对待过美国 尊重美国与美国领导人 话中隐约带点酸意 最后川普更语出惊人的表示 跟金正恩有可能不会见面 相较于三月初霸气答应跟金正恩见面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川普态度批变 话说的保留也为美朝峰会 买下一颗未知的震撼弹 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整理报道